二堂哥 福音 快接见你二哥哥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星赵被新州朝皇帝任命为九品县位 转眼又是一年 温叔的孩子已经一周岁 十四岁的福音也成了拼廷少女 这一年间发生很多事情 最大事件 莫过于成州郡郡王忽然起兵 要与小州朝里应外合 攻打新朝城池 一时间各地战火四起 听闻消息后 几家人忧心忡忡 宝儿 你说小康他们会不会也上战场啊 小康才多大 怎会去战场 唉 你狄师姐也不知咋想的 死活不肯说亲 你奶都快气死了 福音也不知怎么回答 别说狄师姐了 我自己也不想早早考虑此事 她一直想去北山那边瞧瞧 但爹娘看得紧 不准她乱跑 更不许她与旁人出去 说她带了 得跟村里臭小子保持距离 不然会被人说嘴 还有一事 我得跟你说说 温夫人上次跟我提起你的亲事 让我问问你 觉得温恒银如何 娘 我还小呢 小什么小 你妮师姐十二岁就定亲了 瞧瞧你如今多大了 强王夫人跟我说起她家卫战的事 还说卫战已经被任命为折冲府校尉 领三百骑兵 那很不错呀 你真觉得卫战不错 嗯 如今快到下收 天气已然有了热议 二堂哥也不知怎么样 都两三年了 之前还寄过两回信来 之后再没音讯 福音 福音快来救人 福音一愣 立刻跑出去 跟着进了一间空置的偏房 就见一寿古灵巡的青年躺在床上 脸丝腊黄 二堂哥 福音 快救救你二哥哥 福音检查一下二堂哥 发现他肩膀处有件伤 那伤口红肿溃烂 上头还长了蛆虫 好在其余地方没有伤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其他人出去 大伯娘快去烧些开水来 大伯娘不敢迟疑 与美鸭一起去烧开水 福音让大堂哥与敌尸留在屋内帮忙 她拿出手术刀具 给二堂哥去除腐肉与蛆虫 等他处理好二堂哥的伤口 包扎好 这才让大伯娘帮他擦洗手脸与脚 当晚 吉成军醒来 看到父母亲人围在自己身边 喜极而起 他昏迷后 是几个同乡轮换着将他背回来的 这份恩情他在心里记下 当然 自己在战场上也曾救过他们 小堂妹给他的药 基本拿去救治受伤同乡了 成军 跟咱们说说大前那边怎么回事 你又是怎么回来的 我们是跟随肖家军队过来的 原先不知道他们要到这边来 一天我偶尔听那些将军在帐中谈论 攻打新朝路线 才知道他们要从吉子县这里突破 围攻建康 我一想不对 就赶紧找王大山几个商议 回家向你们报信 结果在某个地方遇到一队追击的人马 我们不得已跳进大河顺水飘走 当时我不幸肩膀中了一箭 最后他们终于脱险 吉成军因为伤口进水而感染 怀里的药物也被水浸泡废掉大半 那些人准备从吉子县突破 情况有些不妙啊 咱们再怎么建村 估计都无法抵挡朝廷的军队 你说怎么办 咱们得赶紧去通知新朝那边 让他们派兵前来赌劫 不 不是赌劫 是先将吉子县拿下 嗯 先看看大前的队伍到了哪里了 咱们也好应对 好 我让陈柱与王大山先去打探 于是 两兄弟分头行动 吉大伯带着两名村民 从南坡南面翻过去 跑去外县找新朝军队通报 吉星赵则去通知孙李正他们 让全乡人时刻准备逃难避兵货 输业后 新朝周福军队大劫 魏战等人还将肖默与他的亲信 给抓了过来 然而 肖成眷却跑了 周福也没有成胜追击 而是将周围几个县城陆续收了回来 如今曹餐死了 他手下两位都头已经投靠萧家 估计不在县城 我过段时间就去县城一趟 将家里宅子清理一遍 好 到时候我带你娘一起去 县衙忽然来人 让吉星赵去县城一趟 说是新来的县令要召见他 吉孙正不必紧张 是好事呢 你到了就知道了 小的不便明说 吉大郎与吉二郎不放心 硬要跟三弟一起 还有陈柱几个都说要去县城买点东西 正好一同前往 当吉大郎与吉二郎回来后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新赵被新州朝皇帝任命为九品县位 以后要留在县城职守了 而且 新赵还选了陈柱为自己的手下 县令也首肯了 现在陈柱已经是县位队的都头 真是这样 咱老陈家总算出个吃公粮的了 嘿嘿 哎呦 真是老天保佑啊 咱祝儿总算出息了 快去草集上打一壶酒来 晚上咱们娘几个庆祝庆祝 哎 我这就去 新赵去县城当了县位 那咱们村的村政谁干 当然是吉大郎啊 如今咱村最德高望重的人家 非吉家莫属 对对 我这边去跟那几个商议商议 让吉大郎接手村政事宜 当吉大郎听到陈组长来议 有些懒然 局促道 我 我不行 怎么不行 你莫非想给你三弟拖后腿 咱们村的村正非你莫属 别推辞了 外头那么多户人 家都等着盖屋呢 耽搁不得 是啊 大郎你可别无了农士 咱们选你 也是因为新赵的事物你都熟悉 各旁人 未必能周全 好吧 于是 吉大郎接手弟弟吉新赵的工作 担任吉子村的村政 到了大周开元四年 大周皇帝带兵清征 一举拿下剩余的三周 将大前皇帝慕容贤带回京城 封为长寿侯 锦衣玉石养在皇宫内院 萧承卷也被带回 与他哥哥肖默一起住在伯爵府 他们的爹 中风后有点偏瘫 好在无性命之忧 被大周皇帝封为伯爵 居住在皇帝眼皮子底下 与他儿子一样 无事不得出京 如今福音十六岁 妥妥的大姑娘一枚 已经与阿娘一起搬到县城居住 吉星赵在县衙任县位一职 事务繁忙 必须有人照料他生活起居 正好闺女也大了 不宜经常抛头入面 所以美丫还买了两个小丫头 小娘子 游易送信来了 福音接过包裹 拿剪刀将缝起来的针线拆开 这是弟弟吉安寄来的 信中说他今年要参加会试 让爹娘与我去京城陪他 他都好几年没见着两个弟弟了 特别是吉安 自从跟随吴老先生去了建康 再没回家过一次 吉安曾寄信回来 说他被皇帝留在国子建读书 没考上进士之前不许回乡 还说吴老先生已经在京城任职 也回不来了 娘 小安寄来包袱 还寄了信 咱们要不要去京城 回头等你爹回来 咱们问问他去不去 自从丈夫当了县位 每天都是早出晚归 有时候出城巡视 一两天都不回来 爹肯定去不成 到时候咱俩去 那也行 唉 你爹也不知啥时候回来 咱娘俩不如先准备一下 好啊 我还要出去买点药材带上 不咱俩不知房 不咱俩不知